OK,在台湾中国人的个人的生活 常常你的朋友很非常的熟你的家庭的事情 就是说你有几个小孩,你的工作的事情 但是在上班也可能有的很多事情不是那么清楚 就是说如果你的小孩有问题 就是说你的小孩在高中要考试 就是如果他考得不好,很可能你不跟你的上班的同事讲 但是考得很好,一定要跟他们讲 还是说在家里有的人生病,可能这个不讲 但是如果有的人做一个好事情 还是那个薪水跳高,还是拿到一个得奖 那个一定会讲 所以在台湾我可以说是有一点一半很开放 一半比较没有那么开放 所以有时候会在上班好几年 但是不知道那个人那个同事有没有小孩,还是有没有结婚 另外一半可能比较熟,知道他有结婚,他有小孩 但是那个是因为你是有一点好朋友 所以好朋友很会下班的时间到另外的地方一起吃饭 所以如果你是在上班跟别的人比较熟,比较好一点 那个机会在外面面试,在外面吃饭比较多 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,你不是那么好的朋友,那么熟的朋友 比较没有这种的机会 但是有一点看不出来啊,因为有的老板啊,还是有的人会跟你讲 我有几个小孩,我有几个,在家里有几个人 但是有很多事情不讲,你不知道他不讲什么地方 所以这个跟美国有一点不一样 看起来很开放,但是也是有一点模糊,有一点秘密 但是哪一个部分是秘密的不知道,是跟面子有关系 丢良的事情就不讲啊